Dio 我是差不多現身小草 我的差不多是天生 也代表你是個賤人 這差不多的人生 總在見負插針 阿甲 行不行 你覺得不行 阿甲真的很嚴格 比我想像中的嚴格 嚴格什麼鬼 整個感覺都不對啊 Dio 差不多現身 我們韓秋島日記 自從成為文青團體以後 我們就迎來了這個 人生的巔峰 雖然我們還差 一萬多 這個時間點我不知道破百萬的能力 差一點的話麻煩你來記憶下去 有你們我們才可以達到人生的巔峰 今天我要找一個好朋友 我會認識他的族生 馬念仙 馬尿 馬哥 謝謝你啊 特別介紹我們認識啊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開箱 我們這個本色錄音室 本色錄音室造就了多少厲害的歌曲 因為我們收到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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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狗哥今天要錄音嘛 但是我們總是要有一個名義來做拍攝嘛 獎是獎開箱實際上是偷看他錄音嘛 合情又合理 來 我們現在已經在樓下了 留著吧 上樓 是的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 我們這個奔色的錄影室 拍錄影室這麼無聊 它當然是有大人物在這裡 欸 走哥 欸 走哥 你說你今天要叫我這個 你自己想說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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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腳都一邊看到鏡頭 就會瘋一下這樣 我還說啦 我剛剛在樓下直接唱你的歌啦 真的會唱嗎 差不多先生嘛 唱點新的 你唱這種舊的 欸 新的你講哪一個 我直接唱過來給你聽 不是假的 對 哪一種 雞娃娃你會唱嗎 你要帶舞蹈喔 我尷尬了 沒關係 我所謂的 反正我今天是來拍錄影室而已啊 對啊 這錄影室其實 沒什麼好看的啊 要不要你先忙你的 沒關係 我應該忙你的 很Feed 我們很隨便 那謝謝你就 我就喜歡你這樣子 人不要來 沒關係 阿就 你不記得走過來 這可以剪嗎 可以啦 好 隨便 多少厲害的歌 以及歌手 我們都是在這邊誕生的 掛在這上面 就馬上有一個 最佳嘻哈專輯獎 MBA 2K 這故事告訴我們 你知道嗎 要唱嘻哈 就要玩2K 或許會有靈感 對 對 CD片 本色 宣傳公關使用 無禁傳送 可是他們完全沒有人站在那邊看我們開箱 意思是我們可以亂翻囉 那我跟你講 如果這個片段有剪出去代表他們是同意的 你不要亂X我 你不要亂X我 喝這麼高級 要扭張紅酒 剛剛狗哥講什麼 他的新歌有什麼美的 最讓我印象最深的 還是他改變了那個階段 就是我也CUT了這張專輯 那個時候才高中而已 聽到現在 當年的感覺就是 他從一個小孩子 變成一個大人的轉折 一個瑞變 你能從他的歌裡面感受到這一點 興趣不只是興趣 反而變成一種謀生的工具 以前小時候聽不出這個感覺的意思 可是當你開始出社會以後 你就懂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非常有點合理啊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們不能開箱開任無聊 我們要學一般的開箱節目 這樣 看到東西要 哇 你看真的 試試看 學什麼學啦 我們做人喜歡這麼假掰的嗎 我們會這樣子做嗎 我們從頭到尾從來沒有假掰過 哇 這怎麼有個空氣清淨機啊 怎麼會這樣啊 不會吧 難道這個是傳說中的 吸塵器 重點是真正值錢的 全部都在這裡面 走 你自己來看 沒事 沒事 你們慢慢開 因為路易斯很小 我剛剛本來講說 要聽你的心路歷程 就是你現在在創作 在討論什麼MV是不是 是我們等一下進去偷聽 你就講你的就好了 你特別放了狗哥的小本分草稿 你沒有拍到嗎 在哪裡 這是他的小本分 這是他的寶典啊 什麼時候放在這裡了 真的很無聊 我到底要幹嘛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啊 對啊 因為我現在都還是用手寫歌詞 如果這本不見的話 我想真的可能會去自殺 真的假的 這都是你人生過程中 很多想寫出來的東西 就可以在裡面 всех 裡面抽抽的 recite 像這種小本...小本分 大概有五六十文 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我覺得開窗這個比較值得 怎麼樣 說 是真的滿潦草的 狗哥的這個 創作靈感都來自於什麼 創作靈感就是 的生活 可是講這個 這個又很無聊 這個真是從生活啊 就跟拍片一樣啊 我們拍片也是 不然就幾個朋友聊聊天 突然就有一個 您過來大寫 跟朋友聊天什麼之類也會吧 我們回頭再過來跟朋友聊天 OK 他們先聊MV 要先來看公司 要打到一個露營室 沒有個 幾百很難喔 他們鼓很大聲 你這邊聽不到 它有兩道門啊 那個打開就非常的大聲 然後第二道是完全阻隔掉這些聲音 因為它一鎖好 雅雀無聲 剛剛有另外一首歌 他們兩個剛剛討論出來 那我覺得很棒 就這樣做 所以你是以觀眾的角度來看這個事情嗎 還是 應該說當然我是很氣化的角度來看這個事情 可是 想像得到 我是看的那個人 看到這個MV的時候 我的感受是什麼 他今天要錄一首歌 直接把DEMO都傳給你聽 真的嗎 但是如果你傳出去的話 你就要頓緊機 就頓緊機 如果我傳出去的話 你直接告我就好了 我告你 我還要浪費 你私費 我用你做機器 而且要拍成一起 我覺得最像 我覺得整個 就是你變得有一些 比較粗糙的信息 大家是聽不出來的 很多東西用得很精準 那其實沒有意義 以前我們聽音樂師是 我今天是真的 我好好就是 聽一張專題 可能坐在那邊這樣聽 可是現在大家已經是 邊忙自己的事情 然後這樣放 像我這張專題 我就是有一點想要刻意 就做得比較underground 比較粗糙一點 就很多東西混得不用那麼 好像這麼美好 那麼厲害 對 就是用得隨性一點 刻意去追這個感覺 因為現在的人 反而不喜歡你塞好的東西 對對對 有點是你們的概念 概念是一樣的 就越生活 他可能就越愛 你塞的越好越好 反而就覺得很無聊 對 這時候要跟狗特說 狗特加油 沒有問題 奇怪 他已經錄那麼多年了 還需要你加油吧 在錄影室花了多少錢 應該 中央好像已經200 他配備不算 還沒算 弄到好像應該就算要5、600 了 9、あー 在錄影室花了 很強 在錄影室花了 今天第一次接觸熱狗 要不要覺得它很平凡 很客氣 很好 很好聊 一般朋友的感覺一樣 所以我們開會的時候是可以嗆她 是可以挑戰她 是可以反駁她 甚至於跟她說 我就是覺得我的比較屌 可是當她要在上台之前 當她穿上衣服 她準備好她的項鍊帶 她的墨鏡帶上 準備要升上台的時候 你就已經覺得崇拜到要跪下來了 你是我的神 就已經覺得立刻懷孕了 就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耳朵懷孕的感覺 她還沒介紹 怪獸的導演 阿滋姐 我號稱是最龜毛的企劃 這位導演有深受其害過 不會喔 不會 那我們要自豪一下 我兄弟你說跟妳聽我說的MV 阿滋姐是讚賞的 OK 那就夠了 滾藍天成的Supers吧 只有一個屌而已 就是她的經驗真的是豐富到 她進去裡面真的沒多久欸 20分鐘她就 剛好就是一個課已經出來了 然後她之後就說 大概用了十幾分鐘的時間去夾一些細節 你去錄音多久 幾個小時 算小時的 不算分鐘的喔 幾個 我忘記幾個小時啊 錄了兩三次以後 你自然就放開了 不能這麼說 有些人就是 本來就不是走在這個 這條路上的人 懂嗎 那你還有什麼感覺 我只能覺得說 有一種叫做願望 是達成的 你知道嗎 今天是一個Super Style 你小時候的一個偶像 根本就不會想到說 你有一天會去遇到這個人 她這樣一直 就一直講一講 好像是小迷弟的感覺 你有沒有發現 有 我跟你講這算是我們跟狗哥的第一次接觸 很久沒做了很久沒做了 很久沒做了 可以啊 做一下 下禮拜好一天 我們很厲害啦 差不多四次 蛋糕 好吃的蛋糕 我多愛吃啊 不是這間嗎 教練 你好 你好 我剛剛在拍蛋糕而已 對對對 好等一下我去吃蛋糕 不是重點啦